巨人倒台 收入回来之后又大部分都被内部贪腐掉了 96年年初这时候开始现金流开始紧张 97年年初整个危机爆发 那时候没有察觉到公司会濒临破产 这时候我总主要的经历还在想挽救巨人 以为巨人就是资金链问题 那我就找人来入股巨人 带着现金 当时我们自己测算只要有5000万就够了 5000万 我觉得这个时候 因为困难找很多朋友 想让这些朋友来帮忙 这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巨人财富商出现危机了 多数朋友也躲着我 到6月份 最后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 最困难的时候 我曾经最困难真的不想活 也不是说就一定想死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很喜欢西藏 我说我就爬出风去了 如果爬上去了 如果爬上去了 这一回来了 那这都想死了 我说邓黄这个比复杜自杀要光彩的很多 首先我口头上给这些债权承诺 这个债我将来赚了钱 我首先还你们的 那时候真的开始反思了 反正两年多 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无在意 无在意神经 就是我终于回到这个地面了 以前是地下不得的 现在回到地面了 可以见开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